2010年的6月4日,北京一家医院的产房里,一名56岁的高龄产妇剩下了一对龙凤胎,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。 到底为什么那么大的年纪要冒极大的风险要孩子呢?一个生活拮据的老人,又该怎么样抚养孩子长大呢? 无数人都对他的生活感到好奇。 十并蜂米的出租屋内,郭敏一家已经住了很久,一眼望去,六十二岁的郭敏就是一个平常的小老太太。 花白的头发,满脸的皱纹,瘦小的身体在狭小的空间准备着孩子的早餐。 两个小孩子每天早上都要有一个鸡蛋,一瓶奶,而郭敏就吃一些昨天晚上剩下来的煎饼。 他们的生活很拮据,一天采不到20块钱的伙食份,三个人一个月采不过600块钱,十平方米的出租屋一个月400块钱。 为了能给孩子多存些钱,郭敏的钱都是精打细算的花。 自从13年郭敏丈夫突发脑梗之后,就一直是郭敏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。 早饭过后,郭敏紧紧地牵着两个孩子的手,将他们送到了幼儿园,自己则赶紧赶赴工作的地点。 他在给一家公司做兼职会计,一个月300块钱,而像这样的兼职,他还有六份。 像郭敏这样年纪的人,大多都已经退休家里,暗想天伦了,而郭敏仍在为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奔波忙碌着。 到了下班的时候,总经理拿了一兜橘子递给郭敏,说是给孩子强奏。 郭敏稍微推辞也就收下了,他不是第一次接受别人的好心。 他过的结局,如果不是许多好心人的帮助,或许他连生活都不能保证。 郭敏对于他人的帮助充满感激,所以他从来不假装矫情,别人给了他就收下,因为面子没有生存重要。 他抓了一把豆芽,老板娘认识他,毕竟郭敏之前因为产子上电视,在这一片也是个名人。 这也为他带了不少方便,比如手上的这把豆芽,老板娘就没要钱。 他准备买条鱼,但听过价钱后还是摆了摆手走了。 目前郭敏的收入是3920元,在孩子不生病的情况下, 每个月可以攒下900块,这900块在郭敏的心里就像一种火虫一样,照亮着两个孩子的未来。 多攒一分钱,孩子的未来仿佛就多了一分明亮。 所以郭敏精打细算了过活,脚上的这双鞋子他已经穿了五年,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别人送的。 邻居抱着小孩和他打招呼,每次听到小孩子叫自己姥姥,郭敏的心里都不是滋味。 如果不是当年的意外,他或许真的就是别人口中的姥姥了。 郭敏摸着大女儿的照片心中难受,照片上俏量可爱的女孩子,在05年因为车祸死亡。 郭敏说如果大女儿没死,现在肯定成家立业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 每每想到这里,郭敏都感觉天都要塌了。 他将照片藏到最角落,那是他的禁忌,不去触碰就不会伤心。 大女儿的离世,让郭敏的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。 最终,郭敏决定通过胚胎移植,再生一个女孩,将对大女儿的爱全部关输到那个女孩身上。 没想到上天竟然又送给了他一个男孩,从此这对轮凤胎就是郭敏生活的所有中心。 郭敏爱孩子,却不逆眼孩子,他相较于其他母亲甚至有些严厉,但是不论怎样,他都不会动手。 只要孩子向他认错,他也就吓唬一下了事。 唯一一次打孩子,还是因为哥哥捡地上的糖吃。 郭敏从不给孩子吃零食,第一是没钱,第二是不想养成孩子吃零食的习惯。 生活是艰辛的,但瘦小的郭敏却将这艰辛挡在10平方米的小屋外。 在这间小屋里,没有寒冷,没有饥饿,没有他人异样的眼光,有的只是盈满屋子的爱,与幸福美满的童话故事。 但是生活对于郭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龙凤胎所在的幼儿园马上面临停办,所以郭敏需要尽快找到一家合适的幼儿园。 所谓合适,无非就是价钱合适,距离合适,如果是全托就更好了。 郭敏拿着纸条子,上面全都是好心人听说了郭敏的事情后,帮他整理出来的幼儿园的信息。 郭敏对比了半天没有一家能选择的。 原来的幼儿园一人只需要400块,可这些幼儿园起码3000往上走,郭敏的经济根本负担不起。 除非他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里的10万元取出来。 那是社会上的好心人在听说他的事迹后,帮他筹得善款,郭敏实在不想动那份钱。 因为他除了要考虑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,还需要考虑他们上小学,上中学,甚至是上大学的钱。 他心里清楚,只有给两个孩子留下更多的钱,他们在未来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。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,郭敏终于找到了一家合适的幼儿园。 院长听说了郭敏的故事,决定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。 学杂费全灭,一个月2000块钱,还是全托,郭敏很满意。 但最终郭敏还是没有选择那家幼儿园,而是选择了另一家费用2800元,还不是全托的幼儿园。 问其原因,原来是郭敏实在是拿不出入园费用,只能动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里的10万元。 但动用那笔钱,必须要有发票报仗,而那家幼儿园开不出发票, 所以郭敏只能选择这一家费用相对高一些,但能开发票的。 对于郭敏的现状,有些网友认为他是自找的。 要是我,我是不生的,这个年龄这么大,要孩子,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妥当的一个人。 一大把年纪还要生育,关键是又没钱,要孩子也是让孩子受苦,但郭敏却不这么认为,他有自己的苦衷。 他们是不理解我们的十度母亲的心,他问问那十度家庭,问问那个十度母亲就知道, 那失去孩子的痛苦,失去孩子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,当时天都塌下来了,简直是不想活了。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孩子的爸爸从不在镜头中出现,郭敏提到这里就有些生气。 郭敏从来没有强迫丈夫为养孩子出一份力气,这些年,无论多苦多难,都是他自己坚持。 就像几十年前毅然决然地辞掉工作,来北京漂泊追逐梦想的时候, 他一米五的身体里,隐藏着常人没有的勇敢和坚毅。 他的精神也感染了无数人,很多像他一样的十度母亲,都在他的故事里受到了鼓舞。 这位良女士就是特意赶来见他的,他五十岁,几年前独自不幸夭折,他一度陷入悲痛之中。 听说了郭敏的故事后,千方百计地赶来这里,一是表达敬佩之情,二是来询问关于佩胎一职的事。 而对于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,郭敏也丝毫不吝啬,分享自己所有的经验,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给出建议。 像一盏明灯一样,给全国的适度家庭带来光明和希望。 郭敏送良女士离开,看着她们的背影,她想起了五年前的自己,想起了自己的大女儿。 时光荏苒,记忆如冬雪玉春般淡化,心里的悲痛却随着时间越来越刻骨铭心。 据不完全统计,15年我国的适度家庭在一千万以上,而最痛苦的莫过于,父母已经丧失生意能力,而独生子女死亡前又没有留下孩子的。 像这样的家庭在我国超过一百万组,他们不仅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,养老也成了问题。 虽然民政部表示,适度老人将按照三五五老人的标准由政府供养,但巨大的精神空虚感却是再也无法满足的。 虽然可以进行胚胎移植再生一个,但两方年龄的差距过大,对于父母来说,失去子女无疑是一件万分悲痛的事情。 但如果孩子尚未成年时,失去父母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,所以其中利弊需要仔细地衡量。